集團總裁朱國榮 因為涉及炒股 日前分別遭高等法院 判刑八年跟十六年 根據平面報導 外傳最高法院近期 即將作出三審判決 朱國榮因此放棄了 五億元的保釋金 偷渡潛逃 案件刑事局報情指揮 臺北地監署日前分案 也持續地追查他的下落 而臺灣高等法院二十八號 也發布通緝 失效長達三十年 照理說朱國榮因為涉案 被法院裁定 共繳了五億元的保釋金 每天都要到臺北市新一分局 三張里派出所報導 結果他在九月七號提前 在下午去報導之後 就搞消失 警方延遲了四天才通報法院 派出所所長因此遭到拔關 另外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朱國榮疑似搭乘遊艇 偷渡出海 目前臺北地監署也分案 持續地追查他的下落 並調查有沒有共犯協助 另外本案目前由高等法院審理中 二十八號發布了通緝 恐怕三十年的時效 會到朱國榮一百歲